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量子之舞 量子材料的未来科技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迷人的话题 量子材料的未来科技 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量子之舞 想象一下 量子材料就像是一群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舞者 每一个舞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奇妙的可能性 首先 让我们来来解一下什么是量子材料 简单来说 量子材料是那些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出量子特性的材料 这些特性包括超导性 拓扑绝缘体等 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 其实 他们就像是物质世界的超能力者 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展现出常规材料无法比拟的性能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一个派对上 突然发现有些人可以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跳舞 甚至可以在空中漂浮 那就是量子材料的魅力所在 比如 超导材料在低温下可以无阻力地传导电流 这就像是舞者在舞池中畅快地旋转 没有任何障碍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量子材料的未来科技 量子计算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们利用量子比特 Kubetz来进行计算 理论上可以比传统计算机快得多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量子计算机 它就像是一个能在舞池中瞬间找到最佳舞伴的舞者 效率高地让人瞠目结舌 当然 量子材料的应用不仅限于计算机 它们在能源 医疗 传感器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前景 比如 量子传感器可以用来探测极其微小的变化 就像是一个在舞池中敏锐捕捉到每一个细微动作的舞者 能够在瞬间做出反应 不过 量子材料的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科学家们常常面临着各种挑战 就像在舞池中遇到的踩脚 碰撞和失误 但正是这些挑战 推动着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 谁知道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 量子材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甚至可能会有量子舞蹈比赛 大家都在用量子材料支撑的鞋子翩翩起舞 总之 量子材料的未来科技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舞会 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 未来的科技舞台上 量子材料将如何展现它们的魅力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生物之恋 生物材料的生态奇迹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有趣的话题 生物材料的生态奇迹 或者说生物之恋 想象一下 如果生物界是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那么生物材料就是那一区取动人的旋律 连接着每一个生命体 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 首先 让我们从最基本的生物材料说起 植物 植物不仅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 它们的细胞壁 叶绿素等都是极好的生物材料 你知道吗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植物的纤维来制造可降解的塑料 甚至是衣服 想象一下 穿着一件生菜做的T恤走在街上 别人可能会问 你今天是想吃沙拉还是想穿沙拉呢 接下来 我们要提到的是动物界的生物材料 比如 蜘蛛丝被誉为生物界的钢铁 它的强度和韧性都让人惊叹 科学家们甚至在研究如何合成蜘蛛丝 以用于医疗缝合线和防弹衣 想象一下 如果蜘蛛丝真的被广泛应用 未来的超级英雄可能不再需要蜘蛛侠的超能力 而是只需一件蜘蛛丝战衣就能拯救世界 当然 生物材料的奇迹不仅限于植物和动物 微生物也是这个生态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比如 某些细菌能够分解塑料 帮助我们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想象一下 未来的科学家们可能会在实验室里养一群塑料吃货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塑料变成无害的物质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把塑料瓶扔进垃圾桶 而不是心里默默祈祷它们能在地球上消失 最后 我想强调的是 生物材料的生态奇迹不仅仅是科学的成就 更是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小小的改变 比如选择可降解的产品 减少塑料的使用 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毕竟 保护地球的责任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片绿叶 一根蜘蛛丝或者一小瓶细菌时 请记住 它们都是生物质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角色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生态奇迹喝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图层之美 功能图层的艺术新视野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 看似平常 却充满魅力的主题 图层之美 功能图层的艺术新视野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图层无处不在 从你早上喝的咖啡杯 到你晚上穿的外套 甚至是你手机屏幕上的那层保护膜 都是图层的杰作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图层的历史 图层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代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 古埃及人就已经开始使用图层 来保护他们的木制品和石雕 想象一下 古埃及法老们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金色图层 简直就是图层界的时尚先锋 而如今 图层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和增强材料的性能 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功能图层的多样性 比如 防水图层就像是给你的衣服 穿上了一层隐形的羽衣 让你在大雨中依然保持干爽 而抗菌图层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 能够有效抵御细菌的侵袭 简直是图层界的超级英雄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手机屏幕上有抗菌图层 那你就可以自信地把它借给朋友 而不必担心 它们的细菌会入侵你的设备 当然 图层的艺术性也不容忽视 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 开始探索图层的美学 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 例如 某些建筑物的外墙图层 不仅具有保护功能 还能反射阳光 减少能耗 简直是环保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而在汽车行业 图层的颜色和光泽度 更是成为了消费者选择车型的重要因素 谁不想开着一辆闪闪发光的车呢 最后 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 决定用图层来表达它的创意 它在一面墙上 涂上了特殊的图层 能够在不同的光线下 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结果 这面墙成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拍照 可想而知 图层不仅能保护物品 还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甚至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总之 图层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 它不仅仅是功能的体现 更是艺术的延伸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多留意这些看似平常 却充满魅力的图层 或许你会发现 它们背后隐藏的故事和美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量子材料 生物材料和功能图层的精彩话题 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不仅了解了它们的基本概念 还领略了它们在未来科技中的无限潜力 量子材料就像舞池中的舞者 以优雅的姿态展现出超导性和量子计算的魅力 生物材料则如同生态系统中的旋律 连接着自然与科技 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而功能图层则是生活中的艺术家 让我们的日常用品更加美观且实用 深入分析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领域都蕴含着奇妙的科学与艺术交融 量子材料的研究虽然充满挑战 但也在推动科技的进步 生物材料的应用不仅有助于环保 更是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 而功能图层的多样性和美学价值 则让我们重新认识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 当然 科学的旅程是充满幽默与乐趣的 所以在这场科学的舞会上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分享您的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也曾想过用生物材料做一件衣服 或者在雨中穿上防水涂层的外套 无论是什么都欢迎留言与我互动 让我们一起在科学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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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